好 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大家好 郭老师好 好 来 现在开始提问 OK 好 可以开始 好 那我们接下来邀请第一位学员 凤婷学姐 那我们其他家人可以关掉摄像头 那我们凤婷学姐 可以打开麦克风 好 可以开始 郭老师您好 尊敬的郭老师您好 我叫凤婷 H8组来自于安徽马云沙 我想请教的问题是 我发现自己一直有想逃避的模式 无法如实的面对自己 如何改变这种习性 我现在因为疫情工作原因 两个女儿不在身边 住在奶奶家 之前心里有想法每天打电话 关心她们 用手机视频陪伴她们一起背书 完成寒假计划 但事实我的行动是没有做到把养发给他们 一直在拖延 内心有逃避 自责 焦虑 再比如我自己的外婆 爸妈 他们明明也大了 我想每天打电话 哪怕是三分钟关心对方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就是处在心动不行动 不断内耗的模式里 请教郭老师如何改变这种状态 我的问题陈述完毕 感恩郭老师 那你有没有去看 你在逃避什么 为什么你不去 为什么你没有要去面对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做的不好 可能我觉得之前 就是没把孩子带好 之前孩子在我身边 就是他的作业 我每一项都检查 然后我就处在那种 就是比较溺爱孩子 主宰孩子这一方面 然后孩子离开了 我发现就是有逃避的这种状态 小子现在多大 我家两个女儿 一个是四年级 她成绩不好 然后一个是一年级 我是希望你讲到她四年级 但是不要附上一句成绩不好 真的不要用成绩来衡量 小孩子的好与坏 成绩真的不重要 现在重点是你要去看到 你在逃避什么 为什么要逃避 再来你要去看到 你真的爱你的小孩吗 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小孩 那他们在成长的过程 非常需要大人的陪伴 你怎么样学会 怎么样来陪伴小孩子 良好健康的成长 尤其小孩子 他的成长过程就只有一次 如果你现在没有好好的学习 没有好好的陪伴 那小孩子一天一天的成长 后面那种怨恨 他会积压在心里 你以后想弥补 甚至都没机会弥补 所以你是要做起 有责任心的母亲 然后自己要检讨 改进 过去没有好好的善待小孩 不管是溺爱 错爱 要敢如实面对 然后怎么样 自己要检讨改进 自己要虚心学习 检讨改进 怎么样来陪伴小孩子 健康良好的成长 而不是逃避 记得你逃避的话 你以后你会有更多的后悔 因为小孩子成长只有一次 你错过错失了这些机会 你以后想弥补 那只能够亡羊补老 你会变成 该给他们爱 该尽责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做到 你为人母亲的 然后这种在小孩子的心内心里面 会形成积压 痛苦抱怨 这个甚至会形成一生的 那种抱怨痛苦 所以不能够逃避 不能脱逃 要赶快静下来 一个是去检讨反观 自己的问题 然后觉得 自己没有好好的 善待小孩 没有用智慧来养育小孩 那现在就是要赶快 认真的学习 检讨改进 一定面对现实问题去解决 你要尽心尽力 做好你做妈妈的本分 将来才不会遗憾 OK 谢谢郭老师 感谢郭老师 好 好来继续 好 第二位家人 林碧洪学姐 真敬的郭老师您好 我叫林碧洪 来自福建漳州 学号是11组的K6号 我的问题描述如下 前两天突如其来 父亲食道癌 中晚期的消息 立元对境中 什么是脱缰野马般的念头 强烈的抓取 对未来恐惧 担忧 逃避等等 所有这些名词名项 转化成实相的时候 威力真的太大了 也感知到 在面对生死问题 是需要多么 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 需要很系统 扎实的学习与践行 前两天念头 杂事一起来的时候 本来想问的问题是 目前能为父亲做的是什么 做什么才是最对的 感觉他给我的时间 太紧迫了 也担忧家人 情绪 以及照顾小孩的问题 但经过两天化疗 出院回家后 今日才得以静坐下来 感觉到 连问的问题 都在强烈的抓取 以及想要掌控 而听到 外面四周岁的儿子 活在当下的那种 嬉闹声 让母亲哈哈大笑的时候 似乎 对上面的问题 也有了一些答案 我只有静下心来 让自己尽量活在当下 调平能量 才有可能真正 帮助到病人和家人 不知道我的方向 对不对 具体可以做 怎么样才能够 做得更好一些 另外 之前老师是中医师 想请教父亲治疗 是化疗比较合适 还是中药条理 对化疗过程 不是那么认可 但是却不敢乱作为 能否也请郭老师 给一些指导建议 我的问题陈述完毕 请郭老师帮忙解答 感恩郭老师 你说他检查出是食道癌 对食道癌中晚期 中晚期 对 他有没有学习我们的课程 没有学习 没有学习的话就 比较不容易 现在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他能够好好的 学习我们这些课程 他要学习 这些课程 他才会体会到 重大疾病康复心法 里面的奥妙 他才会有一种信任的心 才能够愿意去 配合愿意去做 如果没有的话 一般人 他会恐慌不安 他自己现在知道 他的情况吗 家里人还不敢让他知道 对 所以就变成还是 蒙在鼓里的情况 有些方面 事实上 是要让当事人了解 他的情况 然后他愿不愿意 要好好地改变自己 因为会有这些重大癌症 往往都有他相当长的一段期间 错误的观念心态 或是生活方式 或是情绪 所积压 或是不良的饮食习惯 所积压 积累而成 有些方面 如果继继续隐 当事人变成 觉得好像没什么 他没有想要改变自己 但到有一天 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 已经太慢 所以我觉得这些情况 事实上是要让当事人 你要敢如此辩对 因为生死的问题 是他自己的事 如果他要生命 他想活下去 问他愿不愿意改变 愿意改变的话 因为这个理念 牵涉他的心态 饮食生活习惯 所以要让他了解 他现在生命的危机 然后问他愿不愿意 珍惜生命 愿不愿意改变 如果愿意 这些课程 希望他好好的听 可以帮助他 可以帮助他 怎么样能够用 有效的方式来化解 这些都是需要从心态 去改变的 所以隐瞒着他 未必是好事 因为他会继续 好像没什么 然后没有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没有要改变自己 这样的话 别人在那里干着急 没用 所以我觉得要让他早日清楚了解他的情况 治疗方式 有采取西医的方式 有采取自然疗法的方式 那西医的方式 当然这个就是 采取的方式就是比较极端 极端的方法下去 有的可能很快就走了 因为那个是 有利有弊 而且很容易形成很痛苦的走 很痛苦的折磨 折磨到后面就是死亡 如果用温和的方式 然后跟身体来 就是爱护自己的身体 改变自己 那采取自然疗法的方式 像这样的话 他也许能够化为极为转机 OK 感恩郭老师 好 我们第三位家人 杨丽学姐 尊敬的郭老师 你好 我叫杨丽 来自湖北襄阳 目前在正义学堂 然后我的问题是 关于孩子的教育 是这样子的 今年我们孩子是14周岁 然后呢 他现在的话 目前表现的就是 不愿意跟我们沟通 然后呢 基本上每天都会玩手机 然后饭吃的也少 然后他的头发就是2017年 然后到现在 他头发就是反反复复 长一长 掉一掉 然后这一方面 对他的影响也比较大 还有一方面就是 在2020年 我跟他爸爸 因为我们感情不合 然后就离婚了 然后这一方面 对孩子的压力 伤害也是很大的 那么这次我回家 看到孩子这个状态 我内心就是很难受 然后我想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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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去爱孩子 然后想去帮助孩子走出来 然后目前我不知道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然后 然后还请郭老师 帮我知道一下 我的问题陈述完毕 你们现在是处在离婚的情况 是的 小孩子多大 小孩子14周岁 14周岁 目前的这种情况 除非你能够跟小孩子 好好地做沟通 因为小孩子 他内心变成 积压很多负变的能量 很多负变的情绪 他们几乎好像形成 生命就没什么可以选择 没得选择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这个对小孩子的成长 不是好事 他会形成一种 加上如果 他现在是跟你生活吗 孩子都跟他爸爸生活 因为他从小 因为那时间 我也没有学到 传统文化也不懂 在他一两岁的时候 我就出去打工了 就陪伴的比较少 在2020年之前 我们没有离婚的时候 孩子内在是一块阳光 就是我跟孩子的关系 有点像朋友 自从离了婚之后 可能婆婆也在孩子面前 说了很多 那孩子包括加上他的头发 然后他内在肯定是 很多的这种伤害 这种伤害 感谢观看 所以现在小孩子是在他爸爸那边 是的 在爸爸那边 你们为什么离婚 我们 我从小 我爸妈他们经常吵架打架 然后我对婚姻是比较恐惧的 我跟她的话是 在很短的时间就没有深入了解 然后走到一起 我内在就比较不安 然后恐惧 然后她呢 是因为我婆婆她是很能干 而且她也很强势 我先生是在溺爱中 然后就是掌控中长大了 他也不懂得关心我 然后我呢 可能就是抱怨呀 然后索取啊 然后掌控 就是很多的这种 反正我们婚姻过的是很痛苦的 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有想法离婚 当时怀孕了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就想她应该也会改变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 然后在一起 基本上孩子都是奶奶带 我带的少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 你们彼此年纪上虽然是成年人 但是如何学会经营家庭 如何学会经营夫妻关系 如何养育小孩 这方面你们几乎都是一片空白 是的 所以就变成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算一步 结果呢 结了婚之后 发现跟自己内心里面所想的 有很多的不一样 很多的落差 结果 你们不是说怎么样检讨 去检讨改进 而是就变成选择分离逃离 那小孩子 他们变成是无辜的受害者 那你先生现在 你们现在彼此各有婚嫁吗 没有 没有 他也没有再结婚吗 目前没有 我是希望你 如果说彼此没有再婚嫁的话 我是希望你自己本身要虚心的学习 然后怎么样跟先生 跟先生跟先生能够再好好的沟通 大家彼此如何来经营这个家庭 你要学会柔软 学会学到智慧 学到怎么样去经营这个家庭 怎么样去关心彼此 怎么来养育小孩 真的这些都是要虚心学习的 那你们现在如果说你没有从自己改变起 自己没有好好认真学习 你选择你们目前这样就是一种不敢面对现实 然后逃离脱逃 逃离的情况你们彼此得不到幸福快乐 而无辜的小孩子 他们是变成受害者 所以现在比较理想的就是 你自己开始认真虚心的学习 也懂得要去道歉 不是去索取 而是懂得去奉献付出 去关心 既然你先生他没有还没有再婚 那表示他也在等待 希望能够有美好的未来 那你要从自己开始改变起 懂得来反观自己 懂得道歉 要去关心对方 要去真诚真心的沟通 彼此都愿意虚心学习 都愿意虚心学习 因为如果你没有朝着这方向去做的话 你痛苦他痛苦小孩子更痛苦 如果朝着这种方向去改变 才有可能你自己成长上来了 先生也受你的影响 也逐渐愿意调整改变 小孩子也才能够在比较好的环境长大 所以希望你不要逃避 要敢面对现实来化解 OK 好的 谢谢郭老师 好 我们第四位家人 刘玉仙 尊敬的郭老师 您好 我叫刘玉仙来自四川 去年通过朋友的推荐 阅读了你的这本著作 这个道德精妙节 然后呢 现在有空也会翻一翻看一看 我觉得我的问题 最主要是对那个生命实相 有感悟 但是不太理解 我就想请教那个郭老师 人这一生 最重要的人是谁呀 是自己还是亲人 爱人 朋友的身边人 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老子的道德 要和当下现实生活 应该怎么做 做些什么事 才不枉此生 从道中来 再回道中去 我的问题 陈述完毕 感恩郭老师 好 我问你 你现在理解认为 人的一生中 最重要的是谁 原来我认为 第一就是父母 然后就是自己的先生 孩子 就是家人 然后是朋友这些 读了道德精之后 我不知道 我自己理解 可能是错 我也不知道 是对还是错 我觉得 还有这个朋友提醒我 因为我都是 对家人很好 就肤识了自己 现在我觉得 还是应该 对自己 要好一点 你说对家人好 什么肤识了自己 就是说 我自己 肤识了 对我自己好 肤识了 对 肤识了 对我自己的好 我都是对家人 很无私的 然后 可能就是那种 还是比较自私 从内心来说 就是想要塑取 他们的 对我的爱 所以说 没有得到嘛 感觉 所以说 现在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 我朋友也对我说 应该是 先对自己好 然后再用 先对自己好 学会 对待自己好 然后再去 对待家人 就这样子的 对 还有我就想问一下 最重要的事是做什么 等一下 你第一个问题 没有解决的话 那其他的都 变成都是不重要的 对 因为你对生病的认知 是错误的 对 你刚才前面讲出来 好像说 你是都是把别人 把父母 把家人放在中心 好像都是以他们为主 前面你还讲说 感觉自己是无我无私 在做 但是后面 你就自己就讲出来 这里面你有你自私想要 所以 是的 这个就是因为你把生命的本末 你颠倒了 你表面上好像说 我都把家人考量在先 但事实上 那个不是说 这个就好像说 你自己不会游泳 自己不会游泳 然后说 我把家人考量优先 你考量家人优先 他们掉下水 你怎么办 我先去学游泳 所以现在重点 你要了解是 人的生 人的一生中 人的一生生命中 你要知道 最重要的是自己 我讲这个自己 并不是要你强化自我意识 而是 你有你的世界 你父母亲 你的家人 有他们的世界 你父母亲 有他们的世界 你有你自己的世界 你结果呢 自己的世界 没有好好的要去经营 对 然后在那里 跟你事实上 就是要抓取着父母 没有对自己的生命 认真负责 没有想说 你怎么样 能够把你自己的生命 活出来 所以 因为前面你迷失自己 所以你人生的方向 你就只是在抓取 你不知道 真正生命意义在哪里 如何发挥生命意义 所以现在很重要的重点是 父母亲养育你 生育你 是要让你能够 把你的神圣生命 活出来 你怎么样能够来到 做生命主人 你怎么样能够把你的 生命的意义 发挥出来 然后所谓的行善积德 也将这些因德 回馈给父母亲 回馈给祖先 可是你这方面 你没有好好的认清 你只是在依赖 在抓取 而每其名说 我都把他们摆在优先 我以他们为主 那是你那些心里面 你没有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 所以你内心里面是一种依赖 一种抓取 所以现在要醒过来 你父母亲他能够 在你小时候陪伴你 养育你成长 他们不是要你依赖 他们一辈子 而是希望你好好的 把你的生命意义活出来 活得健康 活得快乐 活得生命很有意义 所以现在你要把这个生命的本末 自己要先厘清 你要先学会照顾好你自己 你要先学会自己有智慧 不是像那个长不大的小孩子 还在抓取父母 依赖父母 依赖家人 所以你现在是要先教育你自己 你要清楚地了解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生命中最珍贵 是自己的生命 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 你才有能力照顾别人 如果你没有先照顾好自己 你说你去关心别人 以别人优先 那是在抓取 那是在依赖 那不是在照顾 所以你现在要赶快来到 好好的栽培自己 让自己能够做生命主人 你要成为一棵大树 你才能够避孕 其他周遭的人 你要照顾好自己 你才能够真正对我们的家人 做更多的回馈 所以先照顾好自己 先好好地栽培自己 教育自己 让自己有智慧 你有了智慧 你就会清楚知道 生命意义在哪里 怎么样把这个生命的意义 发挥出来 怎么样多行善积德 OK 好 谢谢 好 我们第五位家人 梅大伟 尊敬的顾老师 亲爱的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梅大伟 学号A3 来自黑龙江省 七胎河市 是一名造育症患者 上次向您提问的邵丹华 就是我爱人 我的问题是 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 我五岁时 我爸爸就受了工伤 下肢瘫痪 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环境 我父母让我放学就回家 不让我跟其他小朋友玩 我跟外境 从那时起 基本上是隔绝的 我也养成了孤僻 不合群的性格 父母把一切希望 都寄托在我的身上 很溺爱我 家务什么都不让我做 只告诉我 好好念书就行 同时 他们又很强势 主宰 事无巨细 我都得向他们汇报 我去哪里读书 工作 基本上都属于父母包办 结婚除了对象是我选的 其他事情我都做不了主 但因为对象的选择 我爸妈跟我闹得要死要活的 因为工作结婚 我跟我父母 我跟我父母矛盾激化 然后我就先后得了造狂症 抑郁症 造狱症 在他们的培养下 我成为了一名啃老族 也成为了一个大巨婴 活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 我就像一个从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现在笼子门即使打开了 我也不会飞了 我很想摆脱这样的困境 我不想做大巨婴了 长时间关在笼子里 我感觉自己好像又患上了社交恐惧症 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 什么也不会做 天天吃药 睡觉 清醒的时间很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郭老师给我些指点 谢谢老师 嗯 好 好 你现在几岁 三十七 那你父母亲他们现在呢 我父母都六十一了 他们现在呢 现在还都还活健康活着 对他们现在还活着 然后但是对我的强势主宰依然很重 那他们现在住 有跟你们住一起还是分开住 分开住 但是离得很近 就隔一趟道 我们住前后楼 现在是这样好不好 如果我要帮助你成长 那你变成要所谓的 表面上好像要进行家庭革命 老师你就给我开一道吧 狠狠开吧 我真想改变现状 我不想做大剧一样 因为这个 你刚才这样的一种叙述 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你蛮真诚真实 把你的问题讲出来 因为你的问题 现在不是单纯你各方面的 你自己的问题 而是跟你父母亲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表面上要进行 如果你要 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被他们掐住捏住 捆绑住 是的 他们用所谓的错爱 他们用的是错爱 在捆绑你 然后把你养成巨婴 所以我想 你现在 如果 当然现在很重要 就是你要先救你自己 老师 我现在提到我自己特别心酸 我感觉我是极众生缺点于一身的人 我找不到我身上有什么优点 我很自卑的 所以现在是这样 你愿意从头来 就好像回到 我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不懂事 我现在开始在学习 开始学习走路 开始学习的自力更生 开始学习的自我负责 老师 我已经三十七了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希望 从头再来 你现在把年龄要放下 问题是你要有魄力 跟你父母亲跟他们表白 希望他们不要再用错爱捆绑你 束缚你 因为这样的话 对于他们 对于你整个家族都完全没有意义 你的生命 你甚至可以跟他们讲 如果他们不放手 你的生命很有可能就会找腰折掉 因为你并不快乐 你并不快乐 你的生命意义也没办法发挥出来 你也没办法做所谓的光中药主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要能够静下来 然后跟他们 也就是说你自己本身要有魄力 愿意重新开始学习 开始做人 你父母亲没办法给你正确的那种教育观念 但是你现在要开始教育你自己 那当然你身边你有一个好太太 你这个太太她愿意这样陪伴你 我希望你能够跟她也清楚的表明 你现在就是要开始学习的走路 开始学习的做人 请她包容你 请她用智慧用爱来陪伴你成长 对你不要溺爱 你现在不要再讨爱讨溺爱的那种心态 要跟父母亲表明你现在要断奶了 你现在要跟他们 就是要断奶 请他们不要再溺爱你 不要再主宰你 你要跟他们讲 就是如果他们再溺爱再主宰你的话 你的生命会很快就会死掉 他们什么都得不到 你要把这种危险性告诉他们 你的生命已经被掐的都快枯萎掉了 已经都是这么严重的病态了 所以你本身要有所觉醒 表示自己愿意重新来重新改变 当然这个会类似经过所谓的 所谓的那种家庭革命 但是你要经过这样的痛苦阶段 你才有可能你自己先医好你自己 就把你救起来 把你救起来之后 你以后才有可能回馈给你父母亲 让他们也学会要真的懂得用真爱 来善待别人 还有要懂得怎么样来让自己的生命意义 让他自己能够活得健康快乐 绝对不是溺爱不是抓取你 所以现在重点就是你自己要有魄力决心 愿意重新来虚心学习 愿意重新来练习的走路 练习的承担 练习的做家事 你能做的 你不是没手没脚 你能做的 不要靠别人 你越做 你事情你越做 你会越健康 还有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不要住在市区 从都市从林里 你们现在是住在市区里面 你的生命你的疾病就很难康复了 就变成关在鸟笼里面 然后就变成靠吃药 所以你现在是要逐渐选择 就好像要把自己逐渐野放 练习着野放 所以要多接触大自然 你要多接触大自然 甚至如果能够回乡下 老家 然后有一块地 有块地可以耕种 有前艇后院 可以走动 可以耕种 这样是更好的 你要多接触大自然 然后你们有没有乡下老家 我约父母在那个乡下住 在吉林渔树呢 如果可以的话 真的要 尤其你像这种 你有这种忧郁这种情况 这个住在都市里面 你这个没办法的 你就变成只能够靠吃药 一直在镇压镇定 所以你的生长 生活环境要改变 要能够多接触大自然 能够做一些融合 做一些渐渐 能够做的事情 就要靠自己做 练习的自力更生 多接触大自然 像这样 你慢慢的就可以减少对药物的依赖 再来就是渐渐的 除了太太陪伴你 跟你一起成长 再来 不要其他的那些溺爱 要练习着 样样练习着自己来 自己来 你做越多 你会越健康越快乐 再发心 日省一善 每天日省一善 我们 这个善事 可大可小 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态 你有这种心态 要希望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 去行善基德 去帮助更多人 这样的话 就会有更多善因缘协助你 好 谢谢老师 感恩老师 OK 好好 感恩老师 谢谢 好好 你叫什么名字 梅大伟 梅大伟 好 好 希望你 希望你让自己的生命真的 重生 就是好好 谢谢老师 祝福 好好教育自己 然后对自己有信心 然后就是 好好的 请你太太 用智慧来陪伴你 协助你 然后你愿意自己有魄力 有决心 一定要做好 要调整好 把这些身心的疾病 都早日 让他完全康复 你康复了 你的全家 你的小孩 也就会越来越好 OK 好 感恩老师 谢谢你 好好 再见了 好再见 好 要对自己有信心 好嘞 好 感恩老师 那我们第六位 学员家人张维子 最近的郭老师 你好 好 我叫张维子 来自河北衡水 学号是18组 而一号 我的问题是 郭老师 一直在勉励我们 学习道德经 要去实践与服务 把所学的道 要去做出来 也就是要不断的 提道 悟道 而行道 那我也是发现 自己在行道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习气与毛病 因为自我的主宰与强势 伤害了身边很多的家人 也就是您所讲的 一边在行善 一边又在造恶 那这其中呢 有些是可以通过道歉来弥补的 而有一些是比较特殊的原因 背后它有多阴多元 当时自己也是非常的欠缺智慧 又被裹夹在其中 记得您也有讲过 说无心做坏事 胜过有心做好事 当时真的是无心 但是呢 又酿成了很不好的结果 那现在凭个人的因素 又无能为力来解决 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 也有把事情的具体 就是经过也告诉郭老师 那现在想请一郭老师 像这些情况该具体怎么办 那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关于行道 就是善待家人与行道 应该是不会冲突的 那么该怎样学到 真正的中道的智慧 去拿捏其中的窍妙呢 我的问题陈述完毕 敬请郭老师解答 感恩您 好 你第一个问题 你能够稍微讲具体一点吗 就是在当时的时候 做这个斯兰隆法 有一块地 那其中发生了 一些很严重的一个事件 那现在还有什么后续的问题吗 没有人再去 这个事情等于是搁置了 但是呢 就是一旦想起来的话 就会有心里边就会有痛 那我也知道 这是我自身当时的时候 也缺缺智慧 也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 现在是这样 只要我们不是刻意故意去制造问题 去伤害 其他的那都比较好办 该道歉的我们也道歉 能弥补的我们就弥补 我们能够来到就是 把事情大化小小化五 诚心去面对 去化解 我想很多事情 它都可以化解掉的 所以还是一样 就是真诚真心 去面对 去沟通 去化解 该道歉的我们也要道歉 能弥补的我们就弥补 来到 尽我们的可能 然后把那些所谓的伤害伤痕 化到最小 这是一点 第二点 你刚才提到说 如何把这个行道跟家庭方面做 是这样 像你看 你现在在镜头上面呈现出来的 你的眼睛都是看着天空 你不是看着画面 就好像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两个在对话 我是看着你的脸在讲话 但是你的脸都是朝上 都是看着天空 也许你那个摄影的角度 没有调好 我刚才讲这个事 有很多方面 自己都 就是所谓的眼过于顶 好像看得很高原 谈得很高大上 但是跟现实脱节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对自己自视甚高 相信自己 然后 总是带有一种 瞧不起别人 贬低别人的心 所以就变成 办事 就不容易凝聚 善因善缘 所以为什么早就跟你讲过 你要懂得谦虚 要懂得跟大家和谐相处 怎么样能够凝聚各种善因善缘 你要懂得虚心学习 你的生命的实力才会逐渐增长 再 比如说如果你早能够 谦虚虚心学习的话 能够听进一些逆耳中言 你前面第一个问题 所讲的那些问题 很有可能它就化解掉 所以 我刚才透过你前面那个 画面的情况跟你讲 有时候这是自己自视甚高 眼过于顶 然后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也听不进别人的逆耳中言 像这样的话 运作下来 自己人生都会吃亏 后面会有很多的冲突痛苦 失败挫折 所以 人要来到 我们要来到没有自卑 也没有傲慢 要懂得虚心学习 自己不懂得很多 自己看不到的很多 你怎么样能够没有自卑 又能够虚心学习 你怎么样能够处下来为大家服务 这个是要认真 这个是要认真体会 然后练习去做的 如果你能够 学会刚才所讲的 没有自卑 也没有傲慢 然后处下虚心来服务 像这样的话 自然会有很多的善因善缘 愿意 会合过来 跟你一起共相胜举 所以有些观念习性 真的是要从自己 有魄力 有决心 愿意改变自己 而不是一直凭着自己的那些习气习性观念 一直的 就是靠着过去的那些观念习气习性在运作 然后没有要改变自己 像这样的话成就都很有限 而且明明有些灾祸可以化解 但是因为自己自负 自己听不进你耳中眼 所以就会隐藏很多的危机 所以希望你真的不要等到很多的挫折痛苦折磨 才要检讨改进 而是现在就能够听得懂 我们课程里面所讲的 要学到柔软 处下 挖折营 要处下虚心学习 没有自卑 但是要处下虚心学习 懂得感恩 懂得看别人的优点 懂得欣赏别人优点 尊重别人 像这样的话 很多善心善缘就会凝聚过来 然后跟你一起共襄圣据 OK 谢谢郭老师 感恩知道 好 好 我们第七位家人 范兴华学姐 尊敬的郭老师 你好 好 我是十四祖 来自济南的范兴华 我的问题描述如下 我的孩子呢 三岁多 现在他如果在家的话 主要的游戏就是自己过家家 就是会扮演电视上或自己想象的各种角色 去做饭或者是玩游戏 请问老师 这种现象是鼓励孩子多发挥想象力 陪他一起入境 演戏 玩耍 还是从中找机会 多带他走路真实的生活 去找其他事情做呢 如果郭佳佳是他的天性 那构筑梦幻世界 是不是也是天性的一部分 我的问题陈述完毕 感恩老师 是南海女孩 南海 三岁半嘛 嗯 那你说他喜欢过家家 比如说做哪方面 就是扮演 我是兔妈妈 我要做饭了 给孩子们做饭了 然后或者是扮演电视上的某个角色 或者是他看到我做饭 他就要扮演妈妈来让宝宝吃饭 再找个布娃娃 嗯 嗯 我觉得小孩子他们是很天真活泼 很好学 现在 怎么样尊重小孩子的兴趣 你要从中观察 小孩子对哪方面 很有兴趣 尊重小孩子的兴趣 不要打压他 只要他不是做坏 那父母亲有注意安全 小孩子的玩游戏的安全性 嗯 在安全情况下 让小孩子多去尝试 他有兴趣的就去多做 那做家事也是一样 当妈妈的 你就好好地做你的事情 然后带着小朋友 让他也见习 让他也练习 让小孩子参与做家事 这小孩子他才有办事的能力 才有那个精灵 将来才会有处理事情的能力 所以 不是溺爱 让小孩子在快乐中学习 快乐中成长 当然 你本身也要有智慧 逐渐地引导小孩子成长上来 比如说 讲个比喻 比如他之前还是喜欢吸奶嘴 那我们为人父母 怎么样来适当地引导到他 早日把奶嘴 断除 他现在会喜欢一些游戏 那父母亲要去判断 这些游戏 对小孩子 他喜欢 然后从中他也能够学到什么 他也能够长养爱心 那这个很好 只是 我们怎么样去引导他 逐渐成长上来 就好像 让小孩子 我们有 让他有学一年级的课程 然后再来 又升到二年级 三年级 所以这个就是 为人父母 怎么样看小孩子的情况 然后逐渐来引导他 还有鼓励小孩子 让他学会去创造 学会 他现在三岁半 但就可以让他学 鼓励他去创造 鼓励他去研发 去创新 让他做 有兴趣的事情 然后慢慢再引导他 学习更高的 让他多接触 不同的兴趣领域 不要否定他 不要打压他 现在有兴趣的 只要不是坏事 只要不是那种 会有具有危险性 伤害性 让小孩子快乐中 第一个先让他很快乐 然后再给他 引导他 逐渐的提升上来 OK 谢谢老师 好 所以当妈妈的 真的是要用心 陪伴小孩子 但是不是厉害 不是厉害 让小孩子快乐 他的学习过程 这个过程 就是让他 学会做家事的 学会做家事 如果有 有个田地 也让小孩子 从小学会 怎么样去管理菜园 怎么样去种菜 怎么样去浇灌 怎么样去 就是陪伴食物长大 去观察食物长大 如果你 现在居家环境 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这种环境 那你可以一样 可以制造 可以制造 家庭阳台的 这种小菜园 让小孩子 让小孩子 他现在就 练习的去播种 松土播种 然后看 那个蔬菜水果的长大 让他懂得 我们怎么样 松土耕耘播种 我们将来 就会有成果 OK 好的 谢谢老师 好好好 老师 还有两位家人 好 来 再继续 好 第八位 孙中慧学姐 尊敬的 郭老师 您好 您辛苦了 我是来自 早庄的学员 我叫孙中慧 我从小到大 学习努力 工作勤奋 也有责任心 但一直都不自信 即使是自己 能做好的事情 也会担心 做不好 因此 许多事情 都不会 积极主动地 去承担 能量状态差 遇到困难挫折 暂时 无力解决时 容易将它 灾难化 因此 容易情绪低落 这也影响到了 我的家庭和孩子 学习郭老师的课程 也有两年多了 虽有很大改观 但没有根本解决 我的问题是 怎样才能提升 自己的能量状态 从根本上摆脱 低落的情绪 自在 安心 快乐 立己 立佳 继而 广力 天下 苍生 感恩郭老师 好 你要了解到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你现在 你将来希望得到 真正 安心 幸福 快乐 那你怎么样 从现在 就要好好 对你的生命 来 松土 耕耘 播种 你怎么样 栽培你自己 所以不要 活在过去 那种习性 惯性 然后对自己 又否认的 情况 你要 你要有破例 有决心 只有你 才能救你自己 只有你 才能够 改变命运 你要不要改变命运 你生命要不要发挥出来 你是 唯一的主人 其他人都是住院 所以你自己 要有这种 破例决心 你有破例决心 我一定要改变自己 我一定要虚心的学习 你有这种破例决心 你就会 有更多的善因善缘 凝聚更多善因善缘 你的学习也会认真 你才会扎扎实实认真的 虚心的学习 然后 你愿意成长 你就会结交 良师益友 来协助你成长 所以 重点是 你自己要愿意 自我挑战 自我突破 愿意教育自己 愿意改变自己 所以 你自己 要有破例决心 当你有这样的 破例决心 就会有更多的正能量 来 协助你 你愿意虚心学习 那你就会结交 良师益友 这些良师益友 他们就能够给你 更多的正能量 所以要参加 共修 参加 大家的 学习成长课程 不懂的 就要问 多看别人优点 OK 感恩郭老师 好 记得 要从自己开始 有破例 有决心 OK 好的 郭老师 感恩郭老师 好 我们下一位家人 同家秀 同家秀 同家秀学姐 那 那要不我们再顺眼 好 听不到声音 尊敬的郭老师 您好 我叫同家秀 我来自河南 洛河 我是我们第17组的学员 我呢 是从9岁呢 就经历了亲生父母的离异 但是感觉对我这个影响 不是很大 就是在外公 外婆 还有妈妈的呵护下 我是成长 一路长大 呵护中长大 后来呢 又妈妈又组建了新的家庭 在家庭中 多了三个兄弟姐妹 一个姐姐 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小妹妹 我觉得自己还是 在家庭的角色中扮演这种 很有礼貌 很谦让 不和姐妹争抢 争夺的 就这种性格 大家很认可 但是后来呢 长大工作以后呢 包括婚姻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走进婚姻 有个一岁多的小宝宝 在工作中觉得 太过于这种柔软 我们老师也讲过 要向山谷低袜学习 但是感觉还过于柔软 以至于让别人觉得 我是一个 可能会拿着 拿我当出气筒 也可能这是幻想 是错觉 但是我会觉得 有不正确这样的想法 我想我们到底是 理解这个谦让 和这个柔软 如何做好这样的平衡 就是请问郭老师 这样好吗 这样合适吗 就是过于这个软弱 所以说 请问郭老师进行解答 感谢老师解答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讲 好像说 你怎么样 过于柔软软弱 然后有一些 不变的 能不能举个例子 比如我小 就是和小朋友一起吃 就是我买了一个冰淇淋 拿到我们小朋友面前 这个孩子呢 也想吃 然后我就 给你你吃吧 就对人 就是自己的东西 从来不觉得 就是自己东西 就是小气 就觉得给你分享 喜欢分享 但别人就觉得 你看 别人抢你东西 你就立马就给他 从来不知道 护士 从来不知道 为自己考虑 就给别人的感觉 就是 就是好孩子 好女儿 就是别人中的 我觉得是一种 现在是模糊的状态 就是觉得 包括还有一个例子 老师 我给你讲一下 就在 我有自己的团队 我们也是 做校区 我现在也是一名老师 在我的员工呢 我的员工 居然都能 和你进行一些理论 就是我们关系 相处的还是很不错的 工资待遇很好 然后对员工很有关怀 但是呢 这个让 一直让员工觉得 老板好说话 就是特别好说话 就感觉这样的 相处好 就是感觉好说话 说走就走 那种感觉 任性 让你的员工 就是觉得 好说话 好欺负感觉 包括婚姻中 和老公在一起 他的性格也很好 我们都挺好的 以及我的柔软 凸显他的强势 我的柔软 让他们觉得 哎呀 他肯定就怎么样的 他应该听我的 你是错的 你要听我的 就觉得 太过于 是 问题 一直困扰 好 我想 你 这样 你不要把它当作 不要认为那是不好 就好像说 你有什么东西 别人想要 好 你能够 我们能够给 我们就给 重点就是 我们要 欢喜心 心甘情愿的 给出去 如果要给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 我们要分享 我们一样 欢喜心的 给出去 不是一种 无奈 你在 单位里面 在学校里面 好 别人想要 什么 你能够 给的 我们能够 就好像 给的一些 福利啊 或是一些 能够 让别人 受益的 好 我们能够给 我们就 就给 没关系 但是有一点就是 不要形成那一种 掌养 对方的 欲望 欲谈 嗯 不要形成 掌养对方的 欲望 欲谈 这个就好像一种 老好人 然后再 讨好 逆爱 像这样的话 反而就会被 瞧不起 所以不是 逆爱的情况 我们有什么东西 能给别人 对别人 有好处 好 能给 我们 能给 我们就给 欢喜心的给 不要那种 无奈 一种要避免 就是不要变成 溺爱 掌养对方的 欲望 欲谈 第二个就是 不要给的 心不甘 情不愿 然后表面上 好像要做个好人 让别人 感觉 我心胸毒量 蛮大的 但是内心 却有 不甘心 不甘愿 这样的话 就虚假 我们做个真实 我能给 我们就给 对别人 有好处 我们就给 那这样 很好啊 至于别人 怎么看 那是别人的事情 我们不攀缘 但是跟众生 结善缘 很好啊 不攀缘 也就是说 我不用刻意拿东西 要去贿赂你 我们不用这样 去攀缘 但是 如果别人有需要 我们能够给什么 好 那我们就给 欢喜心的给 那就是结善缘 所以你要来到 柔软 很好 但是有智慧 非常感谢郭老师 不攒养 对方的欲望 欲贪 也没有 给的不心 不甘 情不愿 不是表辨作假 这样的话 有智慧 跟大家广结善缘 很好 然后你能够真正学到柔方面 好 让你先生做主 让他比较强势一点 也没关系 有一天他会发现 只要你学到智慧的话 你还能够以柔课纲 后面他发现 我这个老婆虽然很柔 但是她是赢者 对对对 很棒很棒 感谢郭老师 好了 OK 好了 就是记住刚才讲的这几个原则 这样就好 我们就是跟大家广结善缘 OK 柔中有刚 对 柔中有智慧 OK 感恩 郭老师 好好好 就这样 好 再见 好的 好 再见 感恩 郭老师 再见 主持人 那时间 就到这里了 好的 已经快8点20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 我们告一段了 希望大家 好好地深入课程学习 虚心的学习 多请益 真的要先栽培自己 陪伴自己成长 为人父母成长了 我们就能够给小孩子 有更好的教育环境 好 更健康的成长环境 OK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